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樊东宁 今天时事大家谈很高兴为您邀请到 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 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和大家一块来讨论备受关注的 人民币汇率法案 以及在最近蔓延全美的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托纳尔森先生在节目中讲的是英语 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 参与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 今天的现场讨论了 东旦尔森先生欢迎来到 时事搭谈节目 谢谢 谢谢各位邀请我来 每次上这个时事搭谈都感到很荣幸 好的 今天我们要向您请教两个 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当然第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法案了 这也是对中美关系影响可能比较大的 它的全名是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那么在向您请您深入是分析这个法案之前呢 我想先透过下面的这一则电视短片 简要的向大家介绍这则法案的内容 10月4日美国参议院以79比19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立项预案 该议案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 来惩罚一些议员认为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 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 支持者表示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美国 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美国的出口额 反对者则表示 该议案除了激怒中国政府之外 无法达到其他目的 民主党领袖李德说 创造就业是民主党的首要任务 中国仍为低估人民币币值 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市场 他说 这个星期我们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息 停止扰乱竞争规则 你们操纵货币的行为 使美国工人和企业 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但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 卡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多恩说 美国的就业状况不佳 主要是美国自己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这类法案不会真正创造就业 而且可能起到相反作用 多恩说 华盛顿错误的政策包括资本税过高 不合理的劳工法以及政府开支失控等等 他认为国会提出这样的立法只会损害美中关系 那么该法案最终是否能够得以通过 中美贸易又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请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好的 托纳尔森先生刚刚看到了 对于这个法案呢 是正反的意见都有的 那么再过几个小时 参议院就要进行最终的表决了 您的看法是 这个法案是不是最终能够成为法律呢 这个很难说 非常非常难说 而且这个法案呢 会不会被总统看到 也是个问题 而且我们总统呢 他从国会拿到了这里的法案 是可以否决的 那么这个是 如果说国会要再否决也是可以 但是国会要否决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在呢 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人呢 他们现在是占大多数 那所有的法案呢 都是两者呢 都要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要通过 但如果说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人呢 他们一开始呢 决定说他们不要去投这个法案的话呢 就根本不会投 而且呢 也不会 这个法案也不会被总统看到 所以一切呢 就又回到这个美中贸易关系的 这个零的出发点了 奥巴马总统本人 似乎也对这个法案 其实有表达过一些关切 他的立场是什么 奥巴马总统他曾经说过 他有两次 他在后竞选的时候 08年竞选的时候呢 他支持了这个法案的一个 初期的版本 他当初支持呢 主要呢 是要去得到一些选民的支持 那他想要得到支持 这些州的选民呢 就是因为他们 因为中国的这个 汇币的操纵而受到伤害的这些选民 但是他一旦当选了之后呢 他就说呢 中国其实没有在操纵货币 然后呢 他说 中国采取的政策 其实是希望 这个问题呢 最后呢 会解决自己解决 而不是说 我们去做什么事 去解决它 那么 虽然说 这是一个 对于中国来说 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 贸易和美中贸易呢 其实在美国 还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 零七年的 这个金融危机开始了之后 尤其是到了 零八年秋天 就是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呢 选民以及美国的领袖 已经不断地开始谈 要怎么改革税务啊 要怎么去管理华尔街啊 这些问题 所以贸易的问题呢 就变得比较不受到重视 大家没有那么去关切它 所以这个法案呢 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而产生的 但我认为呢 美国人民的确已经看到 美中贸易的失败 尤其是 这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败呢 带来多大的问题 但是和 在政治上比起来 和其他的问题呢 还是算是比较 不受到注重的问题 外界很多人观察 这个法案的时候 认为说 它可能会影响到美中关系 事实上 中国外交部最近也警告说 这个法案很可能会 严重地冲击美中关系 甚至可能会引发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您认为会激起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吗 我强烈地怀疑 这个法案会引发贸易战 有很基本的问题 即使是这个法案真的通过了 这还不是 而且呢 现在还不见得会通过 而且就算是通过了 我也不认为 它会带来贸易战 那就是因为 中国非常的依赖 把东西卖到美国来 为了要达成他们的经济增长 要提高他们人民的收入 继续推促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呢 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依赖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不能激怒 就是带来这个贸易战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理解 很多的这种贸易的关系 比如说美中现在的贸易关系 拥有这个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 也就是现在中国这样子的国家 在所有的贸易战当中呢 都是会失败的 除了这个美中关系之外的影响之外呢 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问题 刚刚也提到很多 美国现在目前面临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那么有些人支持这个法案的人 就认为说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解决一些美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您是否同意 在我看来这个法案呢 是要纠正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尤其是影响美中关系的 美中贸易关系的这些问题 但是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就是因为这个法案呢 只注重于我的组织所谓的 这种中国掠夺性的汇率行为 也就是说呢 他们不断地只看了这个 去人为的操纵汇率 但是虽然说这个汇率问题很严重 而且对于美中的贸易流也影响非常大 而且对于投资流也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只是诸多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制造商带来的诸多问题 其中一个而已 而且呢 它影响到的不止只是在美国的这些制造商 还有第三个国家 如果一起和美中两国一起做这些制造呢 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有很多行为呢 是不符合美国的贸易法律 也不符合这个世界上的全球的贸易的规则 事实上呢 这只是贸易保护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就是汇率的问题 只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小部分 所以只注重一小部分的问题 想要解决全面的问题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认为反应是很好的第一步 但是美国必须要有更全面性的回应 如果不做到的话呢 这个创造就业机会的法案呢 是不会成功的 而且对于美中贸易失衡问题 也不会带来解决 通道尔森先生 中国的听众观众对这个话题 非常的有兴趣 我们来接接看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 时时打架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樊东宁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是美国参议院即将进入 最终表决的人民币汇率法案 还有稍后我们要讨论 蔓延全美各大城市的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那么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 是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 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我们的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此外您也可以利用 电子邮件及时地发表 您对今天节目讨论话题的看法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用iPhone随时随地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a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VOA 欢迎您马上适用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 首先我们接近江苏 唐先生您的电话 唐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首先我觉得对一些 美国政客的强盗逻辑 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美元这50年来贬值了多少 对吧 原来50年前 10美元可以买一桶石油 现在可能要80美元才能买一桶石油 美国才是操纵货币的最大的国家 第二的话就是说 贸易不平衡 这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我们要买美国的武器 买美国的高科技的美国不卖 在近10年 中国进口了俄罗斯的武器 将近就1000亿美元 对吧 我们愿意给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 但是美国政府他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问题在美国 而不是在中国 好的 谢谢唐先生的观点 谢谢您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很多 请大家尽量简短地发表 你们的问题或观点 下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您好 请说 中国政府给予出口企业 出口产品的税政策 是已经执行了多少年了 这样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这个是很明白的事情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 还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问题 这个升值主要不利于出口 但是升值也可以带来许多的好处 第一个是一直通货膨胀 第二个是有效的 你看热钱大量流入中国 导致中国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 而今天中国通货膨胀如此严重 而银行利率如此低 主要也是怕提高银行利率以后 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 好的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您的观点 谢谢 湖北的张先生是下一位 张先生请说 您好 听到吗 听得到 请讲 我最关心的就是 人币升值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多次的人获利 还是中国的少数人获利 如果升值对中国人 大多次的中国民众获利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支持 好的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刚刚三位听众提出的问题 最后一位张先生问说 到底这样子的法案 通过强迫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话 对中国的人民是好还是坏多呢 您的看法 在短期来说的话 绝对是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问题的 最主要是因为 中国是非常依赖出口的 就像刚才有一位先生说的 是非常非常依赖出口的 那很明显的呢 中国领导人他们并没有信心 并不觉得说 中国如果 只依靠中国的制造商 把东西卖给中国人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子的话 是不会有经济增长的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人 收入太少了 所以他们觉得 中国的这些制造商 就算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拥有的制造商 或者是自己国家拥有的 都还是应该要继续出口 这个是中国领导人的想法 但是在中国的这些制造商 他们其实 所以才想要继续仰赖出口 仰赖中国的消费者是不够的 但是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话 这个法案的确是会让中国的制造商 变得竞争力下降 短期来说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就像我们另外一位先生 他说过的 这有可能是会降低 中国的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中国的经济 必须要降低 对于出口的依赖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全球的经济 还有中国的经济 就比较不会遇到这么多危机 但是如果它继续只依赖出口的话 这个全球经济就会再继续看到泡沫 然后久了之后泡沫也会破掉 带来的后果就搞不好 还会比上一次的08年的 这个金融泡沫的破灭 还要更加严重 刚才还有一位先生 谈到很多人常常这样讲的 就是美国呢 其实美国才是在操纵汇率 说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经济激励政策等等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所有的借债国都是需要一个债权国的 就像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样 如果中国不买这么多的美国的国债 就算是完全没有利息的话呢 美国也没有办法去用这些激励的政策 就是有借钱的人一定也有愿意借钱给人的人 所以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两边的互相造成的 好的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 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辽宁的王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我感觉这个都在两方面看 那么这个法案如果通过 对美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伤害 他买不到更便宜的中国商品了 那对美国的介绍业来说 可能是更加增加他这商品的技能力 那对中国来说呢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 长期来看是一个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生活水平是一个好事 那么呢 对中国的制造业呢 可能是偏地空的 是吧 我想要双方便看 好的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跟我们分享您的观察 下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 安徽的王先生请讲 你好 主持人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货率问题 是你们美国人炒中的 不是我们中国人炒中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美国很多的话 我不迈过中国 比如说爱护十六 爱护十六战 你为什么不卖给中国 卖给台湾 好的 谢谢安徽王先生 跟刚才江苏唐先生的观点很类似 下一位是天津的吴先生 吴先生请说 吴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的 吴先生似乎不在线上 如果听到的话 给我们再播回来 那我们再除了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之外呢 还有一些是透过网路来收看我们电视节目的 也透过了这个电子邮件发表他们的观点 我想念一封这个电邮 我看他对托纳尔森先生有什么问题 这位网友说 他想请我们今天来宾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 而在国内却是贬值呢 我想他指的是在国内 好像人民币越来越不经用了 那同时我也观察到说 在表决前夕在今天之前呢 人民币对美元上升了0.59% 是创下了2005年汇改以来的单日最大升幅 我想请教托纳尔森先生的是 目前我们看到 就算今天参与院的表决没有通过 但目前我们这么多的讨论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法案 也多多少少对中国施加了一些压力 这样的讨论会不会改变 目前人民币升值的一个步伐呢 托纳尔森先生 在这个汇率问题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还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造成通货膨胀有很多因素 包括有食品的通货膨胀 这个呢就反映出了 其实世界上各地的大宗商品的 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么投资人还有消费者呢 不只是对于美元失去信心了 对于所有货币都失去信心了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失去信心了 那中国政府也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 不断地使用这个激励政策 提供了这么多的钱 印了这么多钞票 这是一定会压低一般的汇率的价值的 那么这些原料呢 尤其是金子的这些 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宗商品呢 价值呢也变高了 因为大家就开始去投资这些东西 那我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呢 也是价格涨得非常快 也带来了通货膨胀 然后呢中国的汇率政策呢 也是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呢 因为呢 它提高了进入中国产品的这个价钱 中国的这个汇率政策是很复杂的 然后美中之间的关系 贸易关系也受到这个贸易政策的影响 但是呢 这只是诸多影响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好了 我们真有关于这个人民币汇率法案的讨论 进行的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稍早前也谈到了 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 可以解决美国的一些内部的经济问题 像是创造就业机会 解决这个失业率攀升的问题等等 那同时我们也观察到说 其实有一部分的美国民众 他们认为中国 或者说人民币汇率并不是 美国这个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们认为最大的罪魁破手 事实上是华尔街的金融市场的一些弊端 还有这个企业的贪婪 也因此了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呢 开始最近在华尔街进行的 这个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 甚至也蔓延到了全美 包括了我们现在所在的 美国首都华盛顿 那么现在我想进入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了 像透过下面这个电视短片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 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 占据的只是纽约金融区的一小部分 这里是祖科蒂公园 平时每天这个时候 工人和建筑工会到这里来吃午餐 他们是有工作的人 但参加抗议的哈里森却没有工作 尽管他有硕士文凭 他想当一名老师 纽约客和游客对这群人的侵入 有不同看法 懒惰的气概 喜欢排吃排喝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标语写着资本主义不可行 对 没错 的确不可行 这个城市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 社区组织者利透斯 简单介绍了他们的基本想法 我们必须让这些大公司 特别是华尔街的大银行 停止操控我们的国会议员 停止控制那些在华盛顿的民意代表 在工人和其他人的支持下 示威者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 并时常在华尔街上游行 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他们 纽约市的警察随时都跟着他们 在一次游行中 警方逮捕了大约80人 一些旁观者说 他们使用了过当手段 包括胡椒喷雾 一位警方发言人说 警局正在对那些事件进行调查 一些人批评说 示威者缺乏重点 示威者则回应说 他们的抗议是在行使直接民主 美国文化统记者韦福报道 好的 托纳尔先生 由于这个占领华尔街的活动 抗议活动现在是在全美各地蔓延 包括华盛顿这个礼拜六 这个刚过去的周末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这个大草坪前面进行示威 甚至警方还出动了胡椒喷雾 抓了一些人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由于它日渐扩大越演越烈 中国的民众事实上也高度的关注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题目 是想要锁定这个占领华尔街的活动 那么主要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中 有一些年轻人出来抗议 就您的观察 这一次的抗议活动 主要是哪些人参与呢 这个抗议活动 要给它定位是特别困难的 虽然说 这个示威抗议的动机 是因为有人担心 这个美国的经济非常的不景气 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史上 非常大的贫富的差距的情况 虽然说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当中 也有很多这种政治的意图 但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 这次大家抗议的人 比如说他们是对于美国经济很关心 然后其他的示威游行 也是和政治意图有关的 比如说他们要美国退出 伊拉克 其他等等的这些示威游行 或者是和全球暖化相关的游行 但是这次的抗议活动 其实背景是非常多 动机也非常多 然后还有很多人 我们看到这次的抗议活动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人数还是算少的 但是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 都是很喜欢这种很剧情化的活动 他喜欢去报道这些 有人在上街头的这种镜头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一个评论 是他们的评论是正当的 就是说美国的经济 没有得到良好的管理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 这让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的美国人民 都还不了解他们在世界经济当中 扮演的角色 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以外 扮演的角色 美国经济是会直接受到 世界经济的影响的 举例来说 这些示威游行者非常的生气 对于华尔街非常的愤怒 尤其是这些华尔街的 银行界的人 他们最近几年当中赚钱的方法 他们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很生气 但我认为他们应该也要对于 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很生气 因为中国就等于是 给了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 给他们钱 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些 非常糟糕的这种贷款 而且他们也应该要知道 说中国的贸易政策 让美国变得丢掉了这么多工作 然后让制造商工作都往外移 然后让他们借钱变得 都是一些不良债坏债 那最主要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比如像中国这样子的贸易政策 影响到了美国的贸易市场 这个是必须要停止的 这是为了大家好 就像